背水一战的主人公是谁 成语背水一战的主人公是西汉开国功臣韩信 楚汉战争时,韩信领兵攻打赵国 于是,赵王带领二十万大军在井行关阻击韩信 借此情况后,韩信命令部队在井行关二十里外的地方安营扎寨 随后,韩信又派两千青旗潜伏在山上观察敌情 并叮嘱他们,一旦赵军离开大营就攻占他们的迎战 此外,韩信故意让士兵背靠河水而立 让赵军放松警惕的进攻 当赵军清朝杀来时,汉军已无退路,拼死奋战 赵军见战胜无望,准备撤退 这时,潜伏的两千青旗攻占了赵军大本营 似赵军前后被夹击,败给韩信率领的汉军 后来,这个故事演面成了成语背水一战 形容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,与敌人决一死战